一夜两点半本该休息的夜里 男子却看到老爹院子里的蜡烛还亮着 隐隐约约还能听到阵阵哭声 大力赶紧跑到院子里 刚进院子就看见三嫂坐在地上 哭得那叫一个凄惨 老爹脸色难看 老娘更是失魂落魄地坐在一边 另外秀秀和二嫂也都在 场面看着那叫一个乱啊 爹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大力也非常奇怪 自己记忆里 家里好像没这么一出 看到大力回来 老爹嘴唇都哆嗦了起来 你三个 出 出事了 啊 三哥出什么事了 不对劲啊 三哥一辈子不说顺风顺水 但也没听说过有过什么劫难以类的 怎么可能会忽然出事 你三哥想着多挣点钱 就申请调到矿上生产队了 今天生产队他放 把他给埋下面去了 嫂子 你先别哭 你这次回来具体是想干什么 要钱 还是要人 你三哥现在还在下面没挖出来呢 也不知道具体是个啥情况 但我听有些人说 得找家属 亲兄弟最好 先去医院背着血 不然就算是捞上来了 到时候没有血 也不一定能抢救的过来 虽然老三家平时不招人喜欢 但说到底是你们兄弟 都收拾一下 咱们现在就进城 大力几人也不犹豫 说到底还是血脉相连的亲兄弟 来到城里 大力先安排众人来到医院 老爹毕竟年龄大了 大力就让他在医院等着 有啥事 别瞒着 赶紧给我们个信 爹撑得住 爹 放心吧 三哥会没事的 二哥你也在医院看着他们 我去矿上看看 随后大力出了医院直奔三矿 此时三矿门口已经被人堵死了 一堆家属在门口 有的哭有的闹 想让矿上给个说法 安保队的人现在啥也不敢说 生怕家属太激动 到时候再出什么事 萧队 我们一直这样拦着也不是个事啊 急什么 九户大队的人已经下井了 也没个确切的消息传上来 领导先让我们稳住情况 上面再不给说法 那群家属该疯了 到时候咱们都得玩 有说法还用你问 我不知道问啊 都别跟我避避 还口气都给我堵住矿门口去 还有 态度都给我放好点 谁都不准动手 不然我处分他 大力刚到矿门口 就看到安保队队长肖正海 一脸严肃的分配任务 四哥 你怎么来了 现在这可不是看热闹的好地方 我三哥在井下埋着呢 你说我怎么来了 下面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别废话 到底什么情况 赶紧说 估计不太好 为啥 听说是想到地压大 弹矿上响墙里面的一槽煤 九零石做了支户 冒险抢煤 结果放炮的时候把支户给崩了 整个顶板都塌下来了 肖正海也不隐瞒 小心翼翼地说这里面的情况 矿门口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下面还没有消息传上来 可这都过去七八个小时了 所以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救护大队到现在还没挖到人 上面领导也没消息传达给我们 那第二种呢 要么就是已经挖到了 可人已经 所以他们有可能琢磨这事该怎么说呢 大力无言以对 肖正海说得有理有据 自己能反驳什么 四哥 你节哀啊 你要不会说话 就把嘴给闭上 大力眼睛一瞪 确切消息还没传上来呢 他就开始劝人节哀了 这不是恶心人吗 肖队 江淮医院的车到了 我们得给他们清出一条路来 只见几辆江淮医院的车在外围等着 大力一看车上的人 眼前就是一辆 这不是上辈子的同事吗 大力赶紧快步走过去 王静大夫 你哪位 我们认识吗 我是院里刚来的立焰祖 今天本来休息的 结果我家哥哥在里面出事了 我就急着过来了 王静恍然 院里人那么多 一个新来的自己不认识也正常 你别担心 我们马上就近况抢救了 我一定会尽力的 我知道 我担心也没用 与其在这提心吊胆 不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所以我深情跟对 王静愣了一下 然后欣赏地看着大力 现在这年轻人 能有这种觉悟 难能可贵 你是哪一科 擅长什么 我是外科的 现场急救我独行 肯定能帮上忙 王静是骨科医生 对里也都是一些护士 院里的外科大夫应该都在医院准备呢 所以大力也不怕被人揭穿 疼 给他拿件白斧 咱们马上就近况 几人刚进入矿上的附近 就有人快步走过来 几位谁是负责人 我是 矿工上来了吗 上来了 第一批13人 情况不是太好 你们得做好准备 你们搞什么 之前不是说9个人吗 多少人是我们的事情 你们负责医治就行了 来的人脸色有些难看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啊 人数和他们汇报的严重不符 大家做好面对困难的准备 随后众人看着台上来的13人 他们一个个浑身漆黑 有些头上还戴着安全帽 有些安全帽已经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先查题 确定伤者情况 接到命令 大力赶紧来到一名伤员身前 目光扫过伤员的胸口 用手一摸就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伤者胸口有明显凹陷 左侧第三 第四肋骨有明显变形 右侧 全部有明显变形 伤者意识不清 找支笔给我 大力的声音也引来了王靖的注意 厉燕祖 你在那搞什么呢 想写文章 回去脱了白符 随便你写 现在把支笔给我放下 抓紧给我抢救人 伤员不止这些 咱们没办法跟对回医院 我现在记录下初步检查的结果 节省院内抢救时间 王靖一听也觉得大力说的有道理 立即看向身边的一个护士 你也去找支笔 我说你记 一轮抢救之后 两名医生带着记录先回医院 然后还得回来再拉人 趁着休息的时间 王靖和大力在一起闲聊呢 我看你刚才的手法和技术 动作迅速 判断准确 就是那几个老医生和你都比不上啊 几个老医生在他面前不说被碾压 但也确实有点跟不上啊 大力心中不屑 谁还不是个老医生啊 你老师是哪个 冯毅老师 老冯人不错 就是技术不行 你要不要考虑来骨科 我可以带你啊 啊 不用了 我觉得冯老师挺好的 大力差点说自己不想干装修 骨科和外科基本上像是两个不同的行业 如果说外科医生做手术 是在豆腐上雕花 那骨科大夫就是在墙上夯大锤 等到第二批伤员上来的时候 大力迅速进入状态 没事的 我们这边得给你做一下印记缝合 先给你局部麻醉一下 不过应该还是有点疼 撑一撑 俺 俺不怕疼 俺外号牛贴胆 不是脑肿 好样的 准备多点双氧水和落合点 另外2%的里卡多因 用生理盐水吸食到1% 我们没有麻醉药 啊 那直接缝合吧 铁蛋啊 结婚了没有 大夫 我叫贴胆 哦 钢蛋 那你有孩子的没有 都说了 我叫贴胆 钢蛋啊 你这伤口开的真有个性 给坤坤打篮球似的 要不要我唱首歌给你听 一旁小护士都快笑出声了 这年轻大夫也太没正型了 碎嘴子的厉害 不过人挺帅的 特别是抢救的时候 那娴熟的技术和手法 好像在发光一样 好了 先给你简单的处理下 到医院再做进一步的处理吧 大夫 您怎么称呼啊 我叫冯一 看着伤者被送走 王静一脸好奇 你怎么说你师父的名字啊 王老师 我怕我缝的不好 到时候人家找我麻烦 先拿我师父顶锅呗 这个不用担心 你刚才缝合的伤口我看了 技术相当好 就跟练了两年半似的 你这年纪轻轻的 怎么练出来的 没事干我就缝猪皮 熟能生巧 对了 找到你家哥哥了吗 一提起这事 大力心情瞬间低落了下来 上来的伤员 我挨个看过了 伤员里没有 如果不是还没救上来 那就是在那队无法分辨的事 实体重了 别担心 说不定下面还有伤员没上来呢 十几分钟后 救护大队的人全员升紧 宣布救援结束 大力听到所有被掩埋的矿工都已经升紧了 顿时觉得心里咯噔一下 同志 你们确定所有人都升紧了吗 会不会有遗落 没有 我们按照入警名单救援的 确定所有人都升紧了 无论死活 全家着急 男子下矿营救 却唯独没找到自家哥哥 立燕祖 我们要回医院了 你是跟我们一起回去 还是怎么说 大力失魂落魄的摇了摇头 勉强露出一个笑容 我先不回去了 我得去找我爹娘 给他们报个信 节安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找我 要不要我帮你请假 不用 我没问题的 大力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即使重生回来 也没能救下身边的亲人 一旁的小护士更是心疼这个年轻大夫 他明明这么努力的救了好多人 结果却救不了自家哥哥 到了医院 老爹等人正在焦急的等待 问 问到你大哥的情况了吗 幸存这里 没有大哥 老爹只觉得眼前一黑 差点当场撅过去 这个子再不是东西 那也是自己的骨肉 嫂子更是两眼一翻 眼泪直接出来了 你们先别急 只要没得到确切的消息 那就还有机会 别在这堵着 给人家医院添乱了 先去老三家 回到屋里 本来不大的房子 此时更是对了几分凄惨 嫂子哭哭啼啼 怨天怨地 老爹则是眼神木嫩 可能在回忆和儿子有关的事情 就在此时 房门忽然被推开 一个人走进来后愣了一下 满脸疑惑 我走错门了吗 不止门口的人愣住了 屋里的人也是一脸猛逼 原本被众人以为 已经遇难的三哥 此时满脸通红地站在门口 你是人是鬼 你脑子坏了 你说我是人是鬼 三哥话没说完 老爹直接一个大嘴巴子抽了上去 你个犊子 你去哪了 我 我上班去了 你再不说实话 我今天就打死你 免得你出去丢人现眼 我 我推排酒去了 然后跟人喝了两钟 高秀春你至于吗 我不就逃了一天的班 你把我一家子都请来了 逃班 你知不知道你们矿出事了 你们单位干活的地方顶板他了 嘎了好些人 三哥也是吓了一跳 吓得脸立即就白了 可反应过来后 顿时节后余生了起来 那我没去上班 你们不是应该替我高兴吗 你懂个屁 你害得全家都为你担心 害得你媳妇哭得一夜 打你都是轻的 老三家的 你家四十厘米的大刀呢 三嫂连忙劝慰 自己男人没事就好 就已经开心的不行了 至于逃班推排酒的事情 他已经不在乎了 第二天 忙碌了一个晚上的王静打着哈欠 准备赶紧回家补教 结果刚走到医院前门 就看见冯一 老冯 你运气可真好 你怎么知道我昨天吃泡面没有调料包 就那么小众的事都被我赶上了 那 你徒弟不错 昨天晚上他给你长脸了 商量商量 要不然让给我得了 我手底下那几个崽子 哪个能称得上不错 一个个缝合都不过关 就那水瓶 哎 我都不知道以后怎么放他们上手术台 行了 过分的谦虚就是虚伪了 我看你徒弟缝合都手艺不比你差 昨天晚上三矿出事你知道吧 我带队过去的 知道 听说遇难的不少 多亏了你徒弟 不然昨天遇难人数肯定会上升 真的假的 你可别胡我 就我手底下那几块料 直当你这样夸 到底是谁啊 大刘还是小张 都不是 是你那个新人徒弟 教立彦祖的 我手底下没有教立彦祖的新人了 而且医院可半年都没来过新人了 怎么没有 就是教立彦祖 我记得没错 小伙子长得还帅气 而且技术好 能力强 独当一面都没问题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可我真没有教立彦祖的徒弟 不相信咱们现在去人事 你自己查 看着一脸认真的逢一 王静此时也蒙圈了 可是 这怎么可能啊 昨天晚上明明有这么个人的 行了 我不跟你掰扯了 我得去查房了 等他到病房后 一名护士证给患者换药了 冯医生来了 有人要感谢你呢 这就是你要找的冯医生了 患者不是别人 正是牛铁胆 此时他已经接受了进一步的处理 看起来虚弱得很 不对 不对 这不是冯医生 我就是冯医 冯医生 屁 你别想糊弄我 人家冯医生又高又帅又年轻 你也配 冯医顿时牙根都要有断 以后要是让自己遇到这个冒充自己的那个傻验族 一定把他的腿打断 大哥这是最后堪称闹剧一场 好在大哥没事 这就是万幸了 大力早早地起了床 带着凝香伞准备给徐燕和胡家豪送去 徐燕一听到公笑的时候 兴奋地差点跳起来 自古至今 哪有女人不爱美的 从徐燕这离开 大力又前往胡家豪家里 胡家豪媳妇最近恢复得不错 已经从医院里出来了 接下来靠着神木生温养 直到产子就行了 我看你那深山饭店开得那么火爆 手艺果然名不虚传 你真是绝了 这回锅肉滋味十足啊 我看你才真是绝了 买菜回来让我一个客人做饭 你咋想的 我做的饭你也得敢吃啊 都是自己兄弟 你别觉得不好意思 你这脸皮 我也是服了 你看看你 小气 兄弟 我怎么会让你吃亏呢 之前你不是问个体户的事情吗 我给你打听清楚了 确实有这么回事 一听到这事 大力瞬间来了精神 那怎么申请 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吗 这东西理论上 只是在首都进行尝试 江淮这边虽然也能收到文件 可想办 怕是连门都找不到 没别的办法吗 你别说 我还真想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首都办 然后来江淮用 江淮这边只是暂时没有班子 管理这些事情 但上面的文件还是认可的 还要去首都办啊 这年头出个门可不容易啊 真当白让你下这四处 拿着吧 兄弟我花了不少关系 才弄下来的 大力有些惊讶了 没想到胡家豪不声不响 就把文件给弄下来 可以可以 老胡 你这路子也太严了 这是都能办下来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这还不是小事一种 你这样说 那有大事也能办对吧 多大的事 在哥面前能算大事啊 就是就是 我有几个生意 想着找个靠谱的人一起干 你有兴趣不 什么生意啊 第一个是给黄河家护兰 第二个是给长城贴瓷砖 第三个最有搞头 给珠穆朗马峰安电梯 你除了不干人事以外 原来还不讲人话 你当我是憨啊 有了许可证 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为了明年承包到户的政策 大力已经有了规划 结果大力这边拿到许可证 还没怎样 一个消息就传来了 是关于知青回城的 江淮一带的知青 可以凭自身医院选择 或者落户大队 或者回城返乡 多少知青盼这个消息 盼得日思夜想 但对于很多知青来说 依旧进退两难 很多知青以为返城无望 所以很多直接在下乡的地方 结婚生子 现在政策下来了 但怎么回绝 回去了怎么生活又是个难题 四哥 这些个知青真要走了 政策都下来了 那还能有假 怎么 你不舍得他们啊 有啥不舍得的 一个个好吃懒做 我琢磨他们走之前 大队有的闹了 啊 怎么说 根据我在村口CBD得到的情报 庄宇前段时间 跟龙书记的闺女好上了 都准备定亲了 这时候他要走 恐怕没那么容易 大力听到这个消息 也是愣了一下 好一个庄宇 这是到了发情期了呀 前世这个时候 五妹和庄宇已经好上了 结果听到这个消息的庄宇 想都没想直接抛弃五妹回城了 这一是因为自己的阻挠 庄宇和五妹就没起了头 没想到人家转眼 盯上公社书记的闺女了 我还听说 那位公社书记的女儿 人送外号再是夜叉 人长得还算周正 可性格暴裂 龙书记跟媳妇吵架 当闺女的 能直接拎着板凳 就把龙书记开了瓢 这可有好戏看了 这小子想回城 真是应了那句话 蛤蟆碾兔子 门都没有 像有了身孕 男子却满脸愁容 只因他刚与女子认识两周半 明知道有隐情 却也只能默默承受 我不管 他必须当我男人 绝对不能回城 龙天宇家已经是一地鸡毛了 龙书记的闺女 隆隆隆暴跳如雷 你不是胡闹闷 这是哪还有强迫的 你是个女人 说这种话也不怕人笑话 怎么叫强迫 他当时跟我说的山盟海誓 天长地久的 反正他要走也行 等我把孩子生下来 他带走 你说你 没错 我有了 庄宇的 龙天宇只感觉天旋地转 这是要是被人知道了 自己这个公社书记 还有什么脸当下去 知青回城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各个大队 公社都议论开了 知青们扎对的讨论这件事 你们回不回去 我肯定回去 我做梦都想回 我不回了 我这边两儿两女 在这里生活还挺好的 一群人的讨论 从早上起床就没停过 而庄宇虽然脸上表现得很高兴 但心里有点慌 早知道 就选张家舞姑娘了 又漂亮又有文化 最主要的还是普通人家 不能拿自己怎么样 可本来的自己印象还挺好的 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变差了 实在没办法了 才又看上龙苏姬家的闺女 本来想着当了龙家苏姬的女婿 以后再公社也能横着走了 可实在没算到 居然这个时候发布了新政策 想到这里庄宇就烦躁 怪来怪去都怪那个龙蓉蓉 自己就在玉米地里拉了下她的手 结果居然被她按住把是 这也太特么离谱了 哪有这么强悍的女人 心烦意乱的庄宇正不知道咋办呢 就看到龙蓉蓉带着一脸铁青的龙天宇 走过来 龙蓉 爸 不是 龙淑姐 你们怎么来了 龙天宇被庄宇这声罢给弄猛了 一脸似笑非笑 你这胡乱喊 小心挨揍 是我不好 我就是太喜欢蓉蓉了 想着想着 就突如嘴了 听到这会儿 龙蓉蓉满脸喜悦 龙天宇也松了口气 话说得好听 你们知情返城的政策已经下来了 你要是准备回城 就别跟我们家蓉蓉有什么牵扯 庄宇眼珠子一转 一脸真诚 好歹龙天宇是攀机公社的书记 在自己没有彻底回城之前 一定不能娇乐 龙淑姐 您这话说得也就不明白了 回城也不耽误我和蓉蓉在一起吧 我觉得我虽然能力不傻 但养活自己老婆还是没问题的 你看看 你们这些年轻人 就是沉不住戏 我也没说你养不了蓉蓉啊 这不是担心你们一个城里 一个农村 不适合在一起吗 龙淑姐 别的我不管 如果能带蓉蓉回城 我就回城 如果不能带 我就留在生产队 反正我必须和蓉蓉在一起 庄宇的这种发言 立即就让龙淑宇和颜月色了 别激动 我刚才也是在试探试探 你这孩子怎么样 我这个人还是很开明的 既然你们都有了孩子 那不如先把事情办了 这样也免得你们想些乱七八糟的 好的龙淑姐 嘿 孩子 什么孩子 你说什么孩子 你看给他高兴得都快哭了 庄宇猛的一个冷战 不敢相信地看向龙龙龙 龙龙龙则是满脸娇羞 宇哥 你放心 我一定嫁给你 庄宇只觉得眼前一黑 心里琢磨着不可能啊 自己和龙龙龙 XX不到两周 就算能XX也查不出来啊 怎么感觉自己头地有点重 该不会是给随杯过了吧 我就说那天在玉米地的时候 他怎么XX给练习了两年半似的 龙书记 这么大的事 我真是真是没想到 孩子都有了 还叫龙书记啊 爸爸 爸爸 我想带龙龙去检查一下 不然我不放心 那不行 你们俩到底还没结婚呢 这要是让人知道我家龙龙坏了 那他的脸还要不要了 我有个朋友 慧中医 我们关系不错 我让他看一下 不然我肯定不能放心 谁啊 就是我们徐坤子生产队的大力 他以前还准备当队里的刺脚医生呢 也行 既然是一个生产队的 你带龙龙去看看 别说他是谁 毕竟你们还没结婚 别防着点 庄宇立即点头 只有龙龙龙表情有些拒绝 可又经不住两人一起劝 此时的大力正在家里 跟秀秀说许可证的事情 听说有了这张纸就能开饭店 秀秀有些不敢相信 就这一张纸 我以后就能当老板娘了吗 对啊 等咱开了饭店 我就能天天让你吃上红烧肉了 挣钱给你买衣服 给你买杨树林的口红 阿玛尼的彩妆 还有爱马仕的包包 两人正在畅想未来呢 门口突然响起敲门声 庄宇 你找我有事吗 我这个成同学生病了 去医院又太麻烦 听说李慧点中医的法子 所以想请你给他看看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庄宇一见面就这样陪笑 虽然自己对庄宇观感极差 但这次还真不好拒绝 我就庄稼把市的手艺 你们还是去医院检查比较放心 真是不想浪费那个时间 你就给随便看看救星 大队的人都说李板脉挺准的 你这人怎么 力锁点刑部 大力一听他这江淮的口 瞬间就什么都明白了 这哪是什么同学 听昨天老六在村口CBD获得的情报 这应该是龙天宇的闺女了 本来还不想帮忙的 这下好奇心也被搞起来了 抱歉 我这人性子慢 来 我给你把板脉 隆隆隆一愣 没想到大力这人贱皮子 本想着骂他两句就该被赶走了 没想到他居然答应了 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把手递过去 大力将手艺搭 眉毛立即挑动了一下 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颜色真耀眼啊 你管我衣服干啥 想要自己买剧 看出啥问题没有 不知道 你好歹给个说法 哪有看完说不知道的 我这是二把刀的手艺 确实说不清 我只能给你们一个大概的范围 你说给我听听 我有两个猜想 第一个是 这位姑娘早上吃多了 严重胃胀气 庄宇脸上立即浮现出你在逗我的表情 要是没有的话 那还有一个猜想 有可能 这位姑娘有了 有什么了 你说有什么了 行了 看也看了 你们回去吧 老四 你再给解答一下 就两句话的事情 你看行不行 你可真能耽误事 问吧 如果有了的话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 庄宇 你什么意思 龙龙龙也不是傻子 一听庄宇这样问 哪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立即一把薅住庄宇的头发 你把我当什么了 到底多久啊 庄宇像发疯似的问向大理 根本顾不上头上那几根头发了 这个我也说不好 一个星期到一个月 都有可能 里边都有可能啊 给个准确的塑形不行 好啊你个庄宇 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龙龙龙脸色难看 抛着庄宇的头发就往外走 庄宇别看是个男人 可真没龙龙龙有劲 大力站在门口 看着庄宇倒霉的样子 感觉比看电影都有意思 上辈子这伙抛弃妻子 没想到这辈子 却头顶轻轻草原了 龙龙龙哪是一个星期 一个月也不止了 庄宇和他认识 才半个月的样子 还真硬了那句话 嫩草怕双双怕日 恶人自有恶人魔 秋风萧瑟 徐坤子大队所属的 攀级公社的知青 走得差不多了 只有少数人留下 也是因为在这里 已经有了牵挂 等到十一月中 个体户政策的消息 已经传遍大江南北了 很多人跃跃欲试 不过大部分人 还是在观望 不敢轻举妄动 这天大力独自来到 城里的一家国营饭店 不过不是来吃饭 而是来找人的 吃点什么 我不吃饭 我想找个人 前侧在吗 不在 前侧这小子被开除了 为什么呀 那天干活的时候 攒那叨叨 我们领导就批了他几句 没想到那小子 跟疯了一样 说领导侮辱了他的梦想 还给了领导一套组合拳 不开他开谁呀 也不知道是哪个 该留着忽悠了他 以前挺踏实的一个小伙 现在张嘴闭嘴 就是建功立业的 大力目光躲闪 这服务员说话也太难听了 怎么能说自己是该溜子呢 好歹说自己是成功学大师啊 那你知道他家住哪吗 我找他有点事 你去旷南村 靠马坟场墙边上 有一排住家的 他家就在那 行 谢谢了 大力按照服务员说的地址找去了 正愁这一百多户人家 得找到什么时候呢 就看到前侧搭了着脑袋 顺着小路正漫无目的地走了 前侧 你这干什么呢 我看你才像该溜子呢 哥们 我总算是找到你了 这话我说应该更合适 你在这干什么啊 由来当去的 我被饭店给开除了 又没敢跟家里人说 所以每天就自己出门瞎晃荡 你这能瞒几天啊 到月底发工资的时候就得露线吧 我也没啥好办法 对了 你之前说的个体户的话果然是真的 我在报纸上都看到了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想找你合伙做生意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那肯定有啊 我现在都被开除了 再不挣钱 饭都吃不嘴里了 你有手艺在 在哪都饿不着 你想跟我做什么生意啊 肯定是开饭馆啊 你出技术 我出钱 挣了钱按比例分 你看怎么样 我没问题 不过比例是多少啊 大力笑了 这就是老实人 把自己的诉求放在第一位 不藏着掖着 挺好的 我出钱买房子 买工具 锅碗瓢盆 食材配料 总之饭店要用的东西我包了 你就出个技术 挣了钱二八分账 你二我八 行不行 前侧琢磨了一下 而后立即露出笑容 神周行 我看行 不过要是赔钱了 我恐怕没钱赔给你 你的技术没问题 我亲口尝过的 饭馆要是真赔钱呢 那也是我的经营问题 和你没关系 自然也不会让你赔钱 你这话说的 我挺不好意思的 这样风险不是都让你背了 没事 有我帅气的容颜 加上你那练习两年半的手艺 不会赔钱的 等饭馆张罗起来了 你把菜做好就行了 大力看重的就是 钱侧的专业水平 这种技能性的东西 只要思想上没问题 大力对饭店的经营 完全没问题 你放心 我肯定卖力气 剩下的就是饭店的房子和人员了 有着之前开侠谷饭店的经验 大力有信心 把饭店经营得越来越好 一间食品里的房子 住着一家八口 几户人家挤在一个老破小的院子里 男子却出2.5倍的高价 收购这套院子 所有人都欢呼雀跃 唯独有一户人家却不愿意 紧接上级 准备开饭店的大力 搞定了主厨之后 接着就着手房子的事情 可秀秀在城里 逛游了两天半之后 终于找到了一户 比较满意的房员 这个院子倒是不错 离矿物局不远 后面就是矿物局家属院 面积也大 不管是用来做生意 还是用来投资 都是最合理的选择 一个大院子 比人家住房区都大了 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没事 你男人有钱 具体需要花多少 咱上门问问就清楚了 这边一进门 大力就知道这院子为什么大 里里外外好几间房子 感情这不是一家 而是好几家凑在一起 房子风格比较老旧 大有一种四合院的感觉 请问一下 你们这个院子 谁方家 后生 我们这没有谁方家一说 不过你要是有事 可以跟我说 大爷 我是想问问 你们这个院子里的房子 卖不卖 这可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不卖不卖 去一边去 我是真心想买 你们要是愿意卖的话 价格上我可以比市价 多两成半 真多出这么多啊 必须的 院子里的人有不少都心动 有这么多钱 一转身就能买个 比现在大的 而且还是独门独户的 和这之前分的小房子相比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小伙子 你想买谁家的 看中哪一户了 我的行不行 两层小楼 完全够你两口子住了 我的也不错 虽然小了点 但是价格便宜啊 要不也看看我大 虽然想不到 大力买这些老婆小干什么 但不妨碍众人 都极力推荐自己的房子 各位别急 我全都要 不瞒各位说 我买房子是准备做生意的 所以要不一间也不要 要不就全部买下来 院子里的人一听大力这样说 立即都露出失望之色 看得大力也是一脸疑惑 按说自己全都要 这些人应该高兴才对 不然谁家的房没卖出去 那心理肯定不平衡 怎么现在反倒不高兴了 后生 不是我们不卖给你 要不 少一户成步 恐怕不行 我做生意的 不可能店里还带着个散户啊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 实话告诉你 我们院子里有个老男产 他是有八九 不会把房子卖给你的 要不你在家爹 说不定他能同意呢 别白费劲了 那货你又不是不知道 死心眼一个 再加上这房子 又是他爹留给他的唯一财产 我估计是没戏了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说道 大力对于加钱 这事是不可能同意的 因为一旦自己加钱 到时候难缠的 恐怕就不是一个了 人心这万一 都是趋利的 你要是真想要的话 先回去等几天 我们跟那人商量一下 尽量帮你促成 那人不在家吗 住院了 成 那就辛苦各位了 过几天我再来 希望到时候 大家的意愿能够统一 从院子里出来 秀秀就一直递补 觉得大力答应人家 长两成太夸张了 这不是当院大头吗 我弟好秀秀 这做生意啊 地方太重要了 院子就在矿物局旁边 又临界着矿物局家属院 随着矿物局的发展 以后这周围 肯定会有好多人和商户 这些以后都是客源 只要能开起来 说不定不要几天 就能把今天家的钱 都挣回来 那好吧 你都这样说了 我相信你的眼光 房子的事情 至少有个头绪了 但接下来的事情 还是不少 饭店的人员 厨房要用的锅碗瓢盆 厨具灶台都要弄 什么 你要开饭店 对啊 二嫂 你就当给我帮忙了 挣多少钱 你拿两成 我绝对不含糊 小丽雅 能帮二嫂肯定帮你 但我就是个农村妇女 啥也不会 怎么能帮你看店呢 不行 绝对不行 四哥 我帮你看 我啥都不要 指望着你 能把店给我看没 咋不行了 又不让你干啥 就招呼下店里的客人就行了 做饭有厨子 到时候我再找两个服务员 真不用你干活 可是这年头能开店吗 我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给 手续都有了 您可是我亲二嫂 我能害你吗 没听说嫂子还能有亲的 二嫂 我跟您偷个底 我这生意干起来了 肯定不少挣钱 到时候你每个月分红的钱 别的不说 帮称下家里也行啊 你家那几个弟弟 还没结婚的吧 那行吧 那我试试 要是不行的话 你得及时换人 搞定二嫂 饭馆基本上就算成行了 因为是小饭馆 所以也不需要太多的人 后厨的活再给钱侧配个人 剩下的再招个服务员就起火了 大力把饭馆进度的事情跟秀秀一说 秀秀听完欲言又止 有啥想说的就说 咱们自家 畅所欲言 你要是还缺人 要不 考虑一下我家那几个 秀秀说的是苏家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子 如果大力干的是大企业 那塞两个人也就塞了 不是什么大事 可现在小饭馆一个 两个小舅子要都进去 那钱侧咋办 老实人能被那两个没溜的给欺负死 不合适就算了 我就是收手 小舅子他们就算了 他们俩的性子比较狂野 那肯定没问题 小姨子过完年也就十八了 放在农村这种地方 要是不管不顾 估计接下来也就是在家洗衣服做饭干农活 然后给小姨子安排人相亲 等着结婚 倒不如给他个挣钱的机会 手里有钱 以后挑男人也有底气 我看行 某某肯定愿意 莉莉你真好 我明天回趟家跟他还有爹说一声 接下来就还需要两个后厨的帮工 别看听起来不起眼 可这活是跟着厨子混的 要是跟他混好了 拜个师 那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 想来想去 大力想到了李耀星 小孩孝顺 能吃苦 性格也好 虽然这种好活想干的人 能从蔡徐村大队排到埃菲尔铁塔 但是大力还是要征求一下家长的同意 愿意愿意 耀星跟着你我放心 李耀星母亲听大力说完之后 显得非常激动 这下不仅能有个事干 还能去后厨学点手艺 在这个年头 普通人家的孩子要是能学门手艺 以后路就好走多了 至少混口饭吃不难 他要是干活不情力 你就走 按奏老六的那个法子走 大力尴尬无比 什么叫按奏老六的法子走 自己也不经常做的好吧 沈子 您放心 耀星这孩子我看着长大的 他啥性格我还不知道 肯定不能偷见耍花 老四 我知道你心眼好 心疼这孩子命苦 不然你随便找谁不比耀星强 说到底 你心善 想拉我们这孤儿寡母一把 算我求你了 以后你就把耀星当自家孩子看 该收拾就收拾 有活就让他干 只求这孩子遇上事的时候 你要是不为难 能拉就来一把 沈子 耀星是好孩子 这些事您不说 我也会做的 大力哭笑不得 说起来李耀星母亲 这都算是逼宫了 哪有逼着人 答应照顾自家小孩的 但大力偏偏没法生气 可怜天下父母心 当娘的觉得 自己给不了孩子好的未来 想给孩子找个依靠而已 从李耀星家里出来 饭馆人员的事情 就算是彻底敲定了 接下来就是一些设备了 灶台这个东西 这对于大力来说就是小意思 根据前世的记忆 直接画了一个现代化灶台 保管前侧做饭的效率 大大提高 第二天大力起了个大宝 先是找到徐燕 让他解决一下 过碗瓢盆的事情 随后又找到黄旭华 毕竟打灶台 要用到的不锈钢 和铁这些东西 一般人还真不好搞 四哥 你这也太客气了 不就打个东西吗 还给我拿这么多东西 这搞得我怎么好意思 里多人不怪吗 另外也是跟你打声招呼 我准备开个小饭馆 到时候别忘了 去给我捧场 那必须的 不过你这生意靠谱吗 别回头再招惹民兵团那些人 放心 有手续的 谁来也不出 四哥你心里有数就成 那我提前祝你生意兴隆 有什么要帮忙的 您说话 和黄旭华说好 打得灶台过几天来拿 大力便从后勤离开 直奔上次看房的院子 进门后 院子里的人也看到了大力 不过一个个都是一脸可惜的样子 不用说大力也猜到了 他们说的那个难缠的人 恐怕没答应卖房子 对不住了后生 人没同意 这生意恐怕是黄了 大爷 要不你把他的联系方式跟我说下 凭我这张帅气无比的脸 我亲自找他谈 我劝你还是算了吧 他一身莽进没出事 脾气又爆 再加上这是他爹走之前留给他的房子 你找过去怕是得爱一顿吗 工人十年工资才能在城里买一间小房子 男子却凭借卖没人要的黄扇 一天挣的钱就买了七间 结果却一间也不住 紧接上级 男子出2.5倍的高价收购这套院子 所有人都欢呼雀跃 唯独有一户人家却不愿意 大爷 要不你把他的联系方式跟我说下 凭我这张给粉丝们一样帅气无比的脸 我亲自找他谈 也成 牛根发现在人在江淮医院住院呢 是矿上的员工啊 也不算正式的吧 这人皱得很 认准什么事情之后 那真是把匹马都拉不回来 这小子那胆子也大 所以外号叫牛铁胆 你说谁 牛铁胆 大力一脸猛逼 对于那个缝针不用麻药的汉子 自己记忆还是挺深的 虽然这人不好劝 但还是有点成功率的 大不了刷脸 救命之恩麻烦你结下账 可问题是 江淮医院对于自己来说 现在不亚于龙坛虎穴 琢磨了半天 也就胡家豪对那里比较熟悉 找上胡家豪的时候 他正在家给他媳妇熬爱心粥呢 立刻 尝尝我这练习厨艺两年半 熬的爱心粥 你管这玩意叫粥 弟妹 你平时真是辛苦了 本身吃药就够苦了 还要吃这些比较还苦的粥 老力 你过分了啊 我好心请你喝粥 你居然这样编排我 胡家豪媳妇笑眯眯的 看着两人斗嘴 自己男人是为了自己 才来江淮的 这两年为了自己的事情 整天愁眉苦脸的 现在总算有点年轻人的着气了 老力 你找我啥事 也不是啥大事 求你帮我当个中间人 随后大力把自己 买房的事情说了一点 胡家豪听完后一脸迷惑 事情我是知道了 但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谈 有点小插曲 这忙你能不能帮 包打 多大点事 蹲了半个小时 胡家豪这才从医院里出来 你小子 真是贝克胆啊 居然冒充医生去救治伤员 万一出什么事 你就完蛋了 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 我那是见义勇为 还有你怎么知道的 我一提缝针的事情 那牛铁胆就千恩万谢的 这不一炸就炸出来了 进去那么久 事情谈成了没有 当然没有 你不知道 那个牛铁胆皱得很 不相信我的话 觉得我是个骗子 非要跟你见一面 我感觉再说他就要喊人了 所以赶紧出来了 大力直脑头 难不成自己只冒险进去 这年头 虽然是见义勇为 但是冒充医生去救治伤员 这要被发现了可不是小事啊 冯医生 就在此时 一个声音响起 大力吓得一个机灵 抬头只见牛根发 站在医院门口呢 我去 你咋出来了 果然是你啊冯医生 我住院的时候 还有个老头 长得干干瘪瘪的想冒充你 当时我就给他骂了 他也不看他那样 他配当冯医生吗 大力想说他真的配 这怪对不住老师的 冒了他的名 还搞得他被骂 你怎么出来了 你伤得可不轻 没啥大问题 冯医生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你是想买我家房子是吧 没问题 回去就跟你过土地使用权 你要是不为难的话 我确实想买你的房子 不为难 反正我就自己一个人 也没个对象 住哪都一样 你人这么老实 又踏实肯干 咋没找个对象 生病的时候 也能互相扶持一下 这不是认识的姑娘少吗 相信也没人能看上 那你去心域上看看 你这条件 肯定不老少小姑娘喜欢你 心域 那是啥 就这个 现在城里人的姑娘小伙 都在上面找对象 你看 打开就能看到 附近几百米的单身美女 长相 条件都不差 漂亮温柔 贤会懂事的多得很 关键都是真心找对象过日子的 资料照片随便看 相中的直接就能语音视频 也不要回原啥的 可方便了 而且上面女多男少 小姑娘都热情的很 你看这才一会儿 都十几个美女主动打招呼 这靠谱吗 真能谈成 那还有假 推荐的都是本地的 前村的大流就在上面找的对象 女朋友还是个老师呢 这都要结婚了 这么好呢 等会我就试试 早点领个媳妇回来 你直接点我左下脚 下一个就能聊了 这样 价格我再给你涨一场 看在我给你介绍新预纸事上 我买你房子 这是你不能跟别人说 我不要你涨价 你就按照施价给我就行 不过我想求冯医生你一件事 求我 那你说 大力不明所以 不知道牛铁胆有什么可求自己的 我这身子受过伤了 又不是矿物局的正式职工 等我好了 矿上估计也不能让我干了 我听他说冯医生您是要开店 能不能让我去干点活 啥活我都能干 大力没想到牛铁胆求自己的是这件事 按说小饭馆的人是够用了 不过多一个也无妨 而且牛铁胆这人挺忠厚的 这样的人用着也放心 这倒是没问题 不过我就是一个小饭馆 工资可能不会很高 工资啥的无所谓 给口饭吃就成 不然我这丢了矿上的活 吃饭都成问题 那行 你恢复好了就来上班 别的不说 吃喝肯定管够的 谢谢冯医生 谢谢冯医生 行了 你别鞠躬了 伤口还没好呢 你先回去休息吧 和牛铁胆说好以后 那小饭馆就可以布置起来了 这人挺老实的 对 老实中透着点俏皮 你看他那白衬衫 混着一抹鲜红 挺有创意的 那是病号服吧 我去 他伤口崩了 吴家豪赶紧找人给他处理了一下 不然乐子可就大了 有了牛铁胆这边的首肯 大力就放心的跟院子里 其他家谈收房的事情 众人听说大力说服了牛铁胆 一时间还有些不相信 院子里不算牛铁胆 一共还有六户人家 你们这房子 按照市价 也就两百三左右 这个你们不反对吧 我们问过了 外面那些独栋带独立院子的 大概在三百块钱的样子 我们这种二百三也合理 大力笑了笑 这年头人还是淳朴 也不会坐地起价 往后再走十几年 就很少见了 每家我按照市价多出两成 也就是四十六块钱 所以总价是二百七十六 我给你们装个掌 一家二百八 这数也吉利 众人都是没开眼笑 二百八确实不少了 自己在天点钱 就能买个独门独户的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子 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像现在 大家都在一个院子里 每天早上光是抢厕所 都恨不得打起来 和众人签了协议之后 大力又找到黄旭华 虽说这几家房子 保养的都不错 但还是要装修一下的 好歹得有个饭店的样子 回到家 把饭店的事情 和老爹说了一下 年轻人 有闯进是好事 但是得把握好度 你可得注意 放心吧爹 手续都齐全的 四哥 药星都过去干活了 我是不是也能干点啥 你除了会干饭 还会干啥 说到干饭了 四哥 那我是不是能吃 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饮 烧花鸭 烧厨鸡 烧子鹅 卤猪 卤鸭 酱鸡 腊肉 松花 小肚 酱肉 香肠 石井 酥盘 熏鸡 白肚 清蒸 八宝猪 米尿 盐子 罐 野鸡 停停停 你给我隔着水时长呢 你除了吃 你还会一想天开啊 对了 饭店需要的柴米油盐 还有食材啥的 你准备从哪弄 蔬菜还好说 大堆那么多自流滴 从黑皮大壮 他们几个手里 收的就够用了 蔬菜不是啥男士 米面 肉类 这些就不是随便 能弄得到的了 特别是米面 没有粮票就买不到 看来还得去找一趟胡家豪啊 随后来到胡家豪的家里 大力把事情说了一遍 所以你准备收粮票 矿上和国营厂子的职工 往往能剩下点粮票 拿来换钱 我专门找两个人去收 问题应该不大 那你干脆跟国营厂子一样 也收粮票不就行了 非这个劲干什么 咱们这个饭馆 不光是要味道 服务做得好 还得给人心方便 而且你放心 我到时候有两个价格 一个是用粮票的 一个是不用的 保证不会吃亏 那肉呢 其实也会用来改善生活 或者换钱 我直接给他们收了 反正都是要卖的 免得他们还自己跑一趟 另外我准备多弄点 鱼虾黄扇之类的 这些不用肉票的 做得好吃 照样不缺客人 你这想法是真厉害 还缺不缺合伙的 算我一个呗 大力琢磨了一下 自己在矿物局门口盖生意 还真需要一个能震得住厂子呢 也不是不行 入冬之后 我还得手动围 到时候饭店这边 估计估计不上 你要是有时间就多来看看 遇到事情就解决一下 我给你算一成的份额 有我在 你就放心吧 保证给你看住店 两人说不上谁占谁的便宜 甚至不要分成胡家豪 都能帮大力看住店 就是想着能够报答一下大力 一连忙了半个多月 小饭馆总算是收拾起来了 黄旭光找的逆子粉 加上胡家豪找的水泥 整个小院焕然一新 徐燕托各种关系 搜罗来的锅碗条盆 桌椅板凳 后厨备了菜 硬计的蔬菜 半扇子猪肉 前侧看到这个厨房之后 眼睛都直了 不愧是咸呆化黑客戚 妞皮红红带山店的厨房啊 这兼致就是给安门 赶处子的任量神准备的呀 有了这个 我超期采赖都能一个定量个版 除此之外 一个看起来稍显朴素的牌子 也挂在了门口 上书四个字支卫小馆 名字不大 创造神话 但咋么一下 也算是别有一番风味 支卫小馆这就算是正式开业了 小院里众人情绪有些激动 各位 众人欢呼雀跃 谁都不曾想到 如今不起眼的小饭馆 日后进成了整个 将还数一数二的大饭店 男子花2.5倍的高价 收购了一套旧院子 被轻爹疑惑 被邻居嘲讽 结果被打造成饭店 一天的营业额 就让众人惊呆了下巴 紧接上级 饭店装修好的 第二天大力就开了门 但不算是正式开业 而是找了些朋友来捧场 徐燕夫妇 商场的领导赵全容 框上那边有黄旭华和陆 还有后勤的一干人等 另外家里这边 老爹老妈 魏国明 宋大壮和宋老头 刘黑皮等人 还有老丈人那一家都来了 小饭馆里坐得满满当当 真是够热闹的啊 那是必须的 得让人从旁边过 就能看见里面的场景 这就叫刘客不如饮客 只为小馆前热闹非凡 大批人被吸引过来 所有人都对这家 忽然开业的小店 很是好奇 有些人好奇地想进去 小姨子萌萌 也是个放得开的 一脸高兴地站在门口 朗客呢 叔 进去看看吧 咱们饭馆菜香酒略 比国营大饭馆 做得还香呢 第一次看见饭店门口 我这么遭瘾喜欢的小姑娘 还知道叫我叔呢 这和国营饭店的服务员相比 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们这不是国营饭店 现代国家不是正在搞个体户吗 咱们这就是了 几人一听 这是最近报纸上说的个体户 心里也觉得有意思 便三三两两地进了院子 后叔前侧眼睛都红了 灶台下面的火烧的通口 前师傅 三号桌的爆炒猪肝好了没有 人家催了 快了快了 前师傅 还有粉丝们点的韭菜腰花 人家等着吃呢 我的乖乖 以前在国营饭店的时候 也谋绝得有这么多人 今天怎么这么多呀 一桌一桌的客人进门 只为小馆除了前侧的菜以外 还有老店量的高粮酒 大力每一桌都送了一小罐 但是对于进来吃饭的客人来说 这可太稀奇了 去国营饭店吃饭 不给你缺金短两就算了 还没听说过有送东西的 这高粮酒真不错 味道纯香的很 这是正经粮食烧的吧 不像咱们现在喝的有些酒 那就是拿酒精对的 老板 给我们搞二斤高粮酒来 这一点够谁喝的 那炉的猪耳朵也在借两个 不 三哥 你别说 炉的味道还真不错 对不住了各位 我们这高粮酒 是专门搞来感谢上门的客人 一桌子三两就到头了 实在是挤不出来了 哪有这样的 你饭馆酒都不被足 你这看什么饭馆 哥几个 真是抱歉 不是没被足 市面上能买到的酒 你们想喝什么 我这都有 高粮酒是我们自家那样的 怕没人喜爱 就没敢多弄 你们要是真喜欢的话 回头你们再来 我想办法 老板 这话可是你们说的 这酒我可太稀罕了 比平时买的酒好多了 存粮食酒吧 哥们内行啊 不是我吹 这高粮酒别看是我们自家搞的 但那水平真不比酒长差 还是那句话 下次再来 我给你们想办法弄 招呼完众人 和二嫂一起走出房间 二嫂脸上满是喜色 今天人真多 我还怕前两天没人来呢 往后会更多 真好赶上今天七夕节 结账的时候 多按七夕折收 明天后天再弄个 打八八折的活动 哎呦 那我们得少挣多少啊 放心吧 肯定还是赚钱的 现在把客人先拢摸住 以后这都是细水长流的 和二嫂说完 正好碰到老爹出来透透气 今天的菜确实地道啊 这个厨子手艺不错 爹 正好想找你有点事 咋了 你那些高粮酒的事情 我那高粮酒人不喜欢吗 不喜欢就算 我留着自己喝 爹 你真好猜反了 人家哪是不喜欢 是喜欢的不行了 你别给我这排马屁 你到底想说啥 老爹 你有没有想过 把地里的活放一放 咱就在家酿酒 开什么玩笑 地里的活不干 在家酿酒 这让人知道不被笑话死 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大力哭笑不得 让中了一辈子地的老爹 歹行在家里酿酒 确实不现实 要不这样 您带着干 就在旁边指导就行 我给您找几个帮手 这样不耽误农忙 也不耽误酿酒 你都这样说了 那就先试试看吧 反正生产队的活不能扔 不然以后一大家子吃啥 昂露了一天 到了晚上八九点的时候 大人们都回去了 剩下的众人围坐在一起 二嫂手里抱着个木头盒子 二嫂 赶紧拿出来 让我们大家伙开开眼界吧 二嫂也不磨叽 直接把盒子打开 从里面倒出一堆名额 不等的钞票 还有各种粮票 肉票 一张桌子铺了一小层 跑去成本 咱们今天净赚85块七毛钱 比我一个月挣的还多 不知 咱们今天港凯业 做的都是炉过的人的生意 要是以后命绳出去 赚的肯定之多不少 别想以后 就今天这就很不错了 一盘荤菜三毛 一盘素菜八分 能挣到这么多 钱测今天辛苦了 我平时干的就是这个货 而且凯点买东西 都是四哥你讨的欠 我这辛苦是最不知欠的 对了 四哥你高的这个灶是真好用 要不是有这个灶 我今天真不一定能忙活的过来 大家今天都功不可没 所以 咱们今天分钱 不是等到月底再分吗 我怕到时候给大家伙计出毛病来 今天先分一茬 也让大家伙感觉下 自己挣来的钱啥感觉 大力知道 这个饭馆的生意能不能做得好 得看大家上不上心 想让大家上心 那就得让众人知道 这钱到手的感觉是真美妙 所以分钱是必须的 钱测你的两成 十七块二 钱测愣了下 一双眼睛盯着这十七块二 看得都要流眼泪 我在过硬烦店的时候 那一天货也不少赶 一个月下来弄纳三十七块钱 今天这一天就纳了一千半对月的工资 这 不甘香 真不甘香啊 一分付出 一分收获 老钱以后继续加油 某问题 谢谢四哥 二嫂 您今天也是劳苦功高 这么多客人 有不好讲话的 您也给照顾的四平八稳 这也是本事 我看您今天连水都没雇得上喝两口 这是你的 辛苦了 二嫂没想到大力也能给自己这么多 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 我不要这么多 这 老钱是厨子才拿这些 我哪适合拿这么多啊 二嫂 之前说好的一分都不能少 你要是真客气的话 那以后我还真不敢让你干活了 自己存起来 别给二哥摸去了 老四 你能焦点好吗 众人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然后是萌萌 李耀星和牛铁胆三人的工资 大力各自排出三分五块钱 你们三个也都辛苦了 谢谢姐夫 姐夫真好 大力笑着摆了白手 然后看向牛铁胆 只见牛铁胆一双大眼直勾勾的邓卓手里的钱 那感觉好像要把钱吃了一样 我XX的 咋挣这么多钱 我老牛不是又做梦了吧 素质 注意素质 好好干 以后挣钱娶婆娘 说完一扭头 就看见胡家豪两眼放光地看着自己 你几个屁 你有钱人一个 还差这点 那不是这样说的 我今天忙上忙下 这是我应得的 姓张的 赶紧掏钱 饭馆第一天营业顺利 收入也达到了大力的心理预期 自己上辈子就是个普通医生 让自己去搞什么大厂子也不可能 看着身边的人过得越来越好 就心满意足了 这个私营没有放开的年代 男子开出了第一家私营饭店 才开门营业了两天半 就遇到了一批找麻烦的人 紧接上级 知味小馆每天上午十点开业 晚上十点关门 因为前侧的手艺 加上小姨子在门口 一口输一口输的懒客 饭馆生意越来越好 都是朋友传朋友 知道有个知味小馆 不但东西好吃 而且服务态度也好 不像那些国营馆子 吃他们的东西 还得挨屌 大力估摸着等到老爹的酒出来后 生意还得再上一层楼 小馆里的众人 每天虽然累 但依旧是满脸笑容 心里比蜜都甜 这天忙完 大力来到厨房找到钱侧 怎么样 今天累得不轻吧 不累 要是甜甜都能挣这么多 累死我都庆愿 那哪行啊 你可不要有这种想法 钱重要 命更重要 四哥说的对 不过现在我忙得过来 你别跟我说 你一辈子就准备当个厨子吧 当厨子听好的呀 我这两天半 挣得比值欠一个月都多了 瞧你那点除夕 人无远率必有禁忧啊 四哥 你倒地相说啥 志说不信吗 我这脑子 不令管吗 我是说 咱们的饭馆得往大了坐 做得比你以前那个国营饭馆还大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必须的 我得让反观的那些人看看 我欠策也除夕了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咱们饭馆要是干大了 这人手就得增加 那又煞难的 有钱还怕招不到人来赶货 要是普通人 那指定不是问题 可咱们是干饭馆的 要找就找有手艺的 手艺好的呀 那可能不太好找 我就是这个意思 好厨子不好招 所以 我觉得与其招 不如自己交 啥意思 我是这样想的 以后咱们饭馆越来越大 你一个人就是劈开了 也忙不过来 所以你不如交几个徒弟 从一开始带 以后饭馆大了 你就当主厨 除了来特别的客人 你都不上造 让徒弟们吵 你就负责把关就行了 啊 这弄性吗 是不是怕手里的手艺传出去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这个 其实也不是 你最不用担心的就是这个 你是知卫小馆的什么 厨子 厨子是你的工作 知卫小馆你占两成呢 以后只要知卫小馆干得越来越好 你拿的钱就越来越多 这和你当不当厨子没关系 庭君以戏话 陆庭以戏话呀 好想却试试几个道理呀 现在想明白了吧 你要是想多挣钱 那就得让知卫小馆越来越大 看做的好的徒弟 表扬两句 做的不好的 就训几句 手养了拿起锅铲恋恋 这才是你应该追求的 前侧已经让大力忽悠的亮眼放光了 都开始幻想着以后 手里拿着茶壶溜达的场景 还是四哥你脑子令祸 你要让我仔细 干一辈子 我也琢磨不出来这么多东西呀 也是瞎捉摸的 不过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想想看 啥时候带个徒弟 现在就可以带呀 会头我就去找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那我提醒你一下 最好就在身边找 咱们只为小馆毕竟才刚开始干 外面的人 我们大家不一定信得过 你说的也有道了 那咱们这些人里 能选的人可就不多了 你觉得的要行怎么样 这小子我看着听几令了 而且敢祸害他是 今天在处放梦了一天 也谋见他叫哭 大力心中暗喜 但面色不变 这个人家是家里独子 你们这干处事 烟熏火燎的 人家能愿意跟你学吗 那四哥你把我说一下 只要他愿意跟我学 我包证不倡死 行吧 为了咱们只为小馆越来越好 我尽力 尽力呀 四哥 谢谢呀 大力一阵心虚 忽悠完之后还被别人感恩涕零 这多少有些不是人了 饭馆生意越来越红火 众人也越来越开心 可俗话说乐极生悲 这高兴得很啊 总归容易出纰漏 这天大力正给秀秀在家说话呢 魏有为突然急急忙忙的跑过来了 四哥 小馆那边打电话过来 让你赶紧去一趟城里 听着好像挺急 大力皱起眉头 只为小馆在矿物局总局边上 有黄旭华 胡家豪这些人照应着 而且这些天也都挺好的 现在能出什么事 秀秀 你在家看着 我去小馆那边看看 行 你路上注意安全 有什么事情打电话回来 大力登上自行车就走 等到了城里的时候 看见这位小馆 被一群看热闹的人围着 一个个指指点点 远远的大力就听到 里面有二嫂的哭声 进到院子里 二哥躺在地上头上被开条 二嫂在旁边哭哭啼啼 几个肩膀上有着街道 社区小组字样秀章的人 都环视着众人 前侧手里拿着小刀刀 一副要和人拼命的样子 怎么回事 打砸抢是吧 李耀星 去找叔叔同志 有人冒充街区小组 对我们这位小馆 打砸抢拿 让人过来 你别血口喷人 我们不是假的 我们就是真的 我可没听说过 街区组是欺负俺们普通人的 你算XX真的 你说话文明点 你要是阻拦我们小组办事 你完了 办事 来 你们讲给我听听 你们办的是什么事 这个小饭馆 私自开门做生意 这就是典型的投机导宝 放XX屁 我们这是个体货 有正经的文件 你们把人打伤 把小馆砸成这样 好的很啊 这些损失 都得由你们几个自己承担 几人被大力一顿说的也有些慌 之前大家也听说过 个体户这个说法 但没听说过 江淮这种小地方也有 刚才几个人 在支卫小馆吃过饭后 觉得这种 做私人生意的肯定见不得光 所以就拿出小组的袖章 准备来一顿免费的 可没想到二嫂她们丝毫不退 说死了都要收钱 几个人脸面上过不绝 就有了眼下这一处 因为她们有恃无恐 觉得最后低头的肯定 还是这个小馆子 这是我们要先回去通知上级 然后再做处理 想走 要有兴趣关门 你们不是街区组的吗 我记得也是隶属于民工团的吧 正好你们民工团我也有认识的 让周成来领你们吧 几人一听 心里更慌了 他们几个认识周成 但周成哪认识他们 他们全部都是这段时间回城的知青 回来之后也没事干 就想办法弄了个街区组的身份 整天套上绣章 到处吃喝玩乐 这次要是真被领导当场抓到 不但干不成了 很有可能还真要承担责任 大力见几人眼神慌乱 心里就猜到了个七七八八 老钱 把门给我看住了 谁也别想走出去 要心出去找叔叔 通知民工团 四个小组成员也是心里发毛了 本来以为轻松拿捏的普通人 没想到这么狠 而且还有手续 我告诉你们 别自己自寻死路 现在放我离开 我可以既往不救 现在不是你就不救的事了 今天不把事情解决了 谁也别想走 别人或许会被他唬住 但大力可不怕 几个回城的知青 拉张接到社区小组的虎皮 就想混吃混喝 想得倒是美 很快所里的人就到了 带队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叔叔 你是这管事的吧 什么情况啊 这几个人吃完饭不给钱 还编织罪名诬陷我们 最后更是打杂伤人 别看二哥上的不动 但这一脑门体还是非常唬人的 老叔叔都吓了一条 先跟我回所里吧 四个人哪能愿意 叔叔和民工团可不是一路人 他们要是去所里 就别指望能偏着他们 反倒有可能被从严处理 我们不跟你回所里 我们是民工团的人 要处理也是民工团处理我们 民工也是群众 都是队不编 照样归我们所里管 把他们几个给我考上 谁要是反抗 直接按据不处理 几个成员开始慌了 怎么也没想到 以前屡试不爽的招数 如今会闹到这一步 先等一下 就在此时 一个声音从院子外面响起 只见周成带着人走了进来 大力看到此人眉头一皱 老民警也一脸不高兴 几人吃完饭不仅不给钱 还凭借着身份打砸抢拿 没想到这次却踢到铁板了 大力直接叫来了鼠鼠同志 就在即将把几人带走之时 街区组的上级民工团的领导也来了 七所 没想到你也来了 小周 这是我们辖区内的事情 而且饭事的是你们的人 你该回避一下的 七所宁蝶生气 我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问几句话 如果事情是我们的人有错 我们绝对不会偏袒的 行 要问什么现在问吧 周成感激地朝七所点了点头 四个人一脸紧张 心里盘算得怎么甩播呢 结果没想到周成直接走向了大力 李同志 没想到咱们这么有缘分 大力现在一脑门怒火 也没有好气 有缘也是孽缘 你对我有点偏见 我能理解 但我这干的就是这个工作 得罪人也是没办法的事 你多见谅 周成说得这么光滚 大力反倒显得自己有点小气了 你有什么想问的 现在问吧 事情大概我听说了 但有些事情我还是要核实一下的 你说你们有上面的许可证 能拿出来给我们过一眼吗 行啊 茫茫 把咱们的许可证拿出来 苏蒙连忙去找许可证 两分半钟后拿了出来 给 装模作样 你看得懂吗 能看懂一些 许可证没问题 你们属于正规经营 大力眉头一挑 没想到周成就这样认了 而周成目光看向四名元元 你们说人家投机倒把 有证据吗 他 他们就算许可证是真的 但也不代表他们没有投机倒把 这里的菜很贵 我们四个人吃了四块钱的 就算是去国营饭馆 也用不了这么多吧 李同志 你有什么要反驳的吗 我当然要反驳 这几个人为了坑害我们家 真是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 大家也有在我们这吃过饭的朋友 我问一下 我们这的菜价多少钱 此时有些看热闹的 直接来到了院子里 里面还真有在 这位小馆吃过的顾客 三毛钱一个混菜 还送一杯高两节五 蔬菜八分一盘 对对对 多些朋友仗义 那我想问一下 有去过国营饭馆吃饭的吗 国营饭馆的菜什么价格 国营饭馆一个混菜 三毛五分钱 听说还有四毛的 以后估计还得长 一个素菜也要一毛三 一毛五了 对对对 几个人心里咯噔一下 大力则看向周成 周同志 请问这个价格合理吗 你要是觉得我这价格有问题 那这么多国营饭馆呢 事情的经过我已经了解了 这次确实是他们几人的错 这几个败类不分清红皂白 打砸符合规定的饭馆 败坏我们团的声誉 我绝对会让这些败类 受到应有的处罚 四人一听周成的处罚 心里又咯噔了一下 看来这次真是踢到铁板了 七所这几个人就交给你们了 希望你们别让老百姓失望 别让受害的人失望 大力算是明白了 周成这回来根本不是为了护犊子 而是为了切割 把民工团和这几个小组的人切开来 本来是民工团的事情 被周成这样一搞 反倒是派所这边有压力了 周成 你小子行了 你们小饭馆也来个人 跟我回所里把口供做一下 我跟耀星去吧 二嫂 你赶紧带二哥去包扎一下 今天饭馆歇业一天 几人跟着七所回去 没一会就把口供录完了 你们放心 这几个人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补偿方面的事情 后续等受伤的人先做检查 然后再谈 多谢七所 那我先回去了 我哥被开了瓢 我得回去看看才行 成 有结果了 我让人联系你 回到饭馆 二哥脑袋上已经做了处理了 怎么样二哥 没事吧 没事 就头上擦了点皮 包扎一下就好了 没有头疼吗 没有 没有想吐吗 没有啊 没有脑震荡吗 这个真没有 这个可以有 啊 老四你听你自己说的像人话吗 怎么回事 我怎么听说有人过来闹事 话音刚落 只见胡家豪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脸上还带着汗珠子 没事了 人已经都送进去了 二哥没事吧 没啥事 你再晚来一会 伤口都愈合了 对不住啊 我现在从矿物总局调到昆中那个矿口去了 听到消息就急忙赶过来了 没想到还是晚了 这话说的 能来就不算吃 大力没有怪罪胡家豪的意思 人家本来就有本职工作 不可能整天在饭馆待着 众人又闲聊了一会 因为饭店今天歇业 大力就准备回家谢谢 经过今天的事情 看来在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开的时候 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还都会受到限制 饭店接下来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了 问题是自己还能干点什么呢 哎呦 你这人走路不看路 做什么白日梦呢 一个年轻女孩惊呼一声 几张稿纸也散落在地上 原来是大力想事情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 对不住啊姑娘 是我走神了没看清路 大力赶紧帮姑娘把稿纸捡起来 瞄了一眼稿纸上的文章 忍不住一愣 这些是新闻稿吧 原来你是主持人啊 不是不是 我就是个播音员 淮南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广播电视台和广播电台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他们的差距却大了去了 大力见小姑娘笑的后槽牙都要露出来了 哪里还能不知道人心里想什么 我是农民 没啥文化 有什么讲什么 我看你这么漂亮 就以为你是主持人来 哈哈哈哈 你这人还怪有眼光的 你们干主持人 平时上电视都穿这么好看 工资是不是比国营厂子要高 特挣钱吧 哪有 我一个月也就25块钱工资 比人家厂子里的高级工差远了 一个月25啊 那也不差了呀 俺们徐坤子大队的人 一年都挣不了这么多呢 你要说挣钱 那些写稿子的才挣钱呢 就我手里这几张纸 稿费一下子发了110多呢 我都羡慕极度恨了 只可惜没那个文采 编不出这么好的故事 大力一听这话 心头也是一动 这年头干什么工作 工资都是要看级别何技能的 唯独吃这文化饭不用 编故事就能挣这么多呀 那些小说呢 小说那不是给编故事一样吗 不过人家确实文笔好 该吃那碗饭的 姑娘 你能给我留个 你们那投稿的地址吗 怎么 你也想投稿啊 不过我可跟你说 投稿没这么容易过稿的 有些人投了两年半 也不一定能过一篇 中在参与吗 万一成了呢 大力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小姑娘也不劝了 写了一个地址递给了大力 你拿好了 这是我们台的收稿地址 谢了 我要是能过稿 一定请你吃饭 那我祝你成功 两人告别之后 大力乐呵呵地回去了 感慨又找到个生财的门路 而且这路子还很安全 对于别人来说 很难创作的小说 对于上辈子 是小说迷的大力来说 那还不是水缸里捉小樱花 手到青来 什么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还有 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 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抄袭 哦不 创作 多少有点不地道了 不过到时候 再把名和利都让给你 虽然是你写的 但是我提前给你创作出来了 弄不好你还得感谢我呢 等到第二天 大力和二哥接到通知来到派死 那几个街区组的事情也该了 这是说大不大 说小也可以不小 四人在支卫小馆打杂商人 蹲个三五年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取得谅解的话 就又有轻叛的余地了 不好意思 刚才忙别的士能 那四个的家长来了 咱们见一见 七所 什么叫他们家长来了 谁打的我哥 谁来道歉 找家长来干什么 开家长会呢 你们哥俩也别生气 今天主要还是谈赔偿 跟他们家里人谈也一样 七所劝了两句 然后赶紧把人带进来 大力和二哥就看见乌泱泱进来十几口子人 这些就是他们家里的人 大力忍不住笑了 真道歉一个人就够了 来这么多人 反倒像是给哥俩施压的 十几口人 下井都能编一个队了 那各位 谁负责跟我们聊啊 我们没什么和你们谈的 你们不就想要马内吗 我们四家给你们一百 赶紧写谅解书 一百块 真不少啊 知道就好 顶你两个半月正得了吧 别一点事情就抓着不放 拿了钱大家好去好散 不然 有你好看的 人吃饭不给钱 还打杂商人被抓到派所 家长却只肯花一百稀释宁元 不仅态度高傲 最后还放出狠话 这一百顶你两个半月正得了吧 拿了钱赶紧写量解书 不然有你好看的 不然怎么当 你准备在派所门口 卸我胳膊还是腿啊 大力双眼一瞇 直接从兜里掏出两袋钱 扔在桌子上 正好是前两天饭馆挣的钱 一直没来得及存 给我二哥头上开个瓢 就给一百块钱是吧 我这也有点钱 让他们几个过来 我挨个给他们开瓢 这里的钱肯定够了 女人一愣 没想到大力居然随身带着这么多钱 或者说没想到大力居然有这么多钱 七所 这不用聊了 该怎么判怎么判吧 我跟他们没什么可聊的 朋友 小孩子不懂事 您抬抬手 放他们一马 我们成情了 他们当中最小的还比我大一岁 你跟我说那是小孩 那你们想怎么样 想我们原谅也不是不行 我要你们做两件事 你说 第一件事 你们去江淮日报登报道歉 我来写 你们发 不光是对我哥 还有知味小管 你们家孩子当时说的话 严重伤害了我们 必须拨乱反正 第二件事 我也不额你们钱 我店里被你们家小孩打碎的东西 你们照配 另外当天我店里的几个人 一人一个十块的红包 登报道歉有点太过了吧 大 我滑下了 走不走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几人没有办法 为了几个孩子的未来着想 最终也只能答应下来 上报纸刊登道歉信虽然麻烦 但花点钱也不是办不到 上报纸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哪里过了 要不是上不了电视 我都想让他们上电视了 其实就是给知味小管宣传下 能在江淮日报刊登 那能吸引到的顾客就不得了了 有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 实际上对于生意人来说 酒香也怕巷子深 正好借用这次机会 给知味小管打个广告 二哥的头皮也不算白伤得这么重 什么 擦伤 开玩笑 伤到了珍贵的毛囊好吧 知味小管依旧正常营业 有着好口碑的宣传 饭店每天入座率能有80% 看着饭店步入正轨 大力也闲下来了 毕竟管事的有二哥二嫂 做菜的有前侧 胡家豪也时不时的过去 反倒自己成了最没用的那个人 这天大力正在屋里 给秀秀研究会发光的手表了 突然听到老六匆忙的声音 四哥 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你慢慢说 为书记喊你去队部开会呢 去队部开会 我这又不兵 又不响的 我开什么会 不只是你 大壮黑皮哥他们都去了 说是和隔壁刘虚子生产队的人打起来了 大力细细一回想 就明白咋回事了 上辈子还确实有这回事 因为正赶上插压 各个生产队都需要水 而齐龙级公社的刘维子生产队 正好在徐坤子生产队上游 一般情况下 水源足够两个生产队用的 但赶上今年比较干旱 刘维子生产队就在上游打了坝子 把水给扣了 虽然之前借了几台水泵 但也解决不了大问题 常规肯定还是用河水 大力赶到队部的时候 屋里已经聚集不少人了 魏国名正义愤填膺的演讲了 毕竟这是不能锁 自己但凡打一点磕半 自己这个书籍也就不用干了 这是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只能打一架 甚至官方也没办法 毕竟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 为了抢水源打架就不是什么稀罕事 说是一种传统也不为国 我们徐坤子生产队没有闹肿 刘维子生产队不说出个 12345678910勾圈凯来 我这生产队长不干了 也得干X他们 接下来就是一阵咒骂 徐坤子生产队放开了骂刘维子 反过来也一样 大力估计刘维子现在应该也骂着了 徐坤子生产队的老少爷们 拿家伙上罢 今天必须把大罢给扒了 由不得大力多想 大队里但凡是个爷们 除了小孩之外 都回家找家伙上罢 大力回家抄了把铁锹 这边还没出门 就看见老六正解自己家的狗绳子吗 老六你干嘛呢 四哥 放狗咬他们 大黑他们跟狼一样 下也能给他们吓尿 大力一脸黑险 老六要是放在以前打仗的时候 肯定是个危险分子 掐着老六放到秀秀面前 秀秀 你给我看着老六 不许他出门 四哥 你放我出去 我也要保卫徐坤子 你保卫个屁 就你小子的尿性 到时候一定跑在最前面 还不被刘维子的人把X跑都打出来 不过心里虽然这样想 大力脸上还是一脸正重 你不能去 我有任务给你 老六一看四哥的表情 也是一脸严肃 听从组织安排 还组织安排 你戏可真多 你嫂子就一人在家 这里也不太平 家里人我最相信的就是你 你得帮我守住家 能做到吗 老六心情澎湃 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没想到四哥也是个会演食英雄的 四哥你放心 我不会让组织失望的 又拍了拍老六的肩膀 大力给了秀秀一个眼神 别让这傻熊出门 秀秀微微点头 表示明白 我才是受到组织托付的那个呀 再次拿起铁锹 人都走到门口了 大力又回身蹲在狗窝边上 你们几个给我看好吗 谁也不准从屋里出去 说吧 大力拍了拍大黑的脑壳 没错 组织真有任务 宁愿交给大黑 也不交给那两个 带着铁锹出门 大壮和黑皮已经在门口等着大力了 老四 一回怎么说 见面就干嘛 只能先打了 不然没法好好说话 这边话音刚落 秀看见老爹也扛着个锄头也来了 就没有一个能让我省心的吗 爹 你快去我家 等着去干账呢 去你家干什么 老六不长心 也要跟着去干账 他批大点能干什么 我让秀秀拦着呢 现在想想不行 回头老六一混账起来 他未必拦得住 还得您去熊他一顿才行 老爹一听确实是这个道理 那行 我去熊老六一顿 让他老实点 然后马上就来 好 我们等你 老爹赶忙往大力家跑 心里暗骂老六不省心 一进门就看见老六拿着一把方天话剂 一脸严肃地站在门口呢 你小子是不是又犯魂了 在这保护嫂子呢 真的 对 老六可听话了 是在这保护我的 你四哥大概还是不放心你 特意让我来看看 行了 你好好听你四哥的话 不许出去捣乱 看好你嫂子 我得赶紧走了 说吧 老爹扭头就要走 结果一回头就看见大黑带着丑弹他们 已经默默地把大门给堵住了 去去去 别挡路 让老爹没有想到的是 平时好欺负的五条狼串子 居然对他发出了恐吓的低吼声 饶事老爹也被吓了一条 赶紧退了两步 你家这狗是怎么了 秀秀脸上露出苦笑 大带猜到肯定是大力给大黑他们下了什么命令 老六也是脸色铁青 此时难得聪明了一回 阴沉着的脸 爹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咱爷俩是不是都被四哥给算计了 父子兄弟之间的事情怎么能说算计呢 大力一正言辞地对二哥说 我这也是为了咱爹好 这么大年纪 该修身养性了 还打打杀杀的 到地方打起来 光照顾他 就得让咱们忙死 回头你就这么跟爹说 看他捶不捶死你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往大坝去 一个个在气氛的感染下 眼睛都红了 即使明知道前方是一场恶战 但是为了小家的生活 为了大家的荣誉 依旧义无反顾地往前走 12度的高温室的庄稼干旱 为了抢水中倒 处于上游的刘维子生产队直接截流水源 导致下游的徐坤子生产队勃然大梦 大队的老少爷们全都抄着家伙伤疤 两队人马仿若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 直接开打 我大力他们几个猛将仔 在家众人夺水之仇不共戴天的仇恨 没过几个两分半 刘维子生产队的人就彻底被打懵了 大力几人还俘虏了几个 不错不错 你们几个小子 没想到还真挺猛的 今天进你们一攻 我这才刚就完生还没上呢 刘维子生产队的人也不行啊 魏国民此时将目光看向刘维子的人群 刘队长 怎么说呀 把水罢给罢开 放水 刘维子生产队的人再不情愿 现在也没话说 水是自己这边先堵的 打人也是这边先打的 现在打输了 但凡要点脸 也干不出言而无信的事了 水罢罢了 人还给我们 刘队长 你是不是还忘了件事情 你们的人先动手打了俺大队的徐小坤 这事也得算一算吧 差不多行了 魏国民 你不给我留脸 也想想我们公社书记 你吓唬谁呢 主把子的时候 不提你们公社书记 打人的时候 不提你们公社书记 现在吃亏了 知道把公社书记放出来了 人你们爱放不放 不放你们养之伴 刘长顺耍无赖 带着人直接走了 这水都放了 他还真不相信魏国民 能把自己的人整着 要不了两天半 不还得乖乖放人 魏国民看着人走了 一时间也有些马爪了 这 怎么这就走了 这几人咋办啊 他们好安排啊 咱弟弟能活还没干完呢 这几个免费的劳力 不用白不用啊 让他们干活去 那也得管吃磕呀 给几天菜叶子 黑面磨磨吃 还能饿死磕的 行吧 先带回去 让他们先给我儿子小坤道歉认错 然后再做处理 刘维子的人低眉顺眼的走了 霸子上也没其他的事 大力等人也各自回家 刚到门口还没进院子 大力就听到里面 骂骂咧咧的声音 张老四 你有种 连你爹都敢算计呀 等你回来 你看我打不打得死你 老爹的声音怨气十足 还有老六在旁边煽风点火 爹 打死四哥 到时候 我是不是就成老五了 大力一脸黑鞋 很想进去做老六一顿 大力悄悄的推开门 然后就后悔了 早知道 大二哥一起回来了 只见老爹和老六站在堂屋门口 大黑堵着大门 哟 这不是张老四吗 怎么到了家门口不进来呀 是不是怕进来之后 就出不去了 爹 你这话说的 怎么可能进来出不去了呢 说吧 大力赶紧退出去 又进院子 又退出去 然后又进院子 我出去了 我进来了 我又出去了 我又进来了 那还真是奇怪了 你出得去 我们却出不去 哦 知道了 一定是因为这里是你张老四的家 我这个当爹的只是外人 别说说不去了 就算被自己儿子算计了 也只能受着 嘿嘿 你个小崽子 你笑什么 爹 你阴阳怪气的样子 真有意思 老爹不去看捂着脑袋 蹲在地上的张纹 而是怒目而是看向大力 你可真是翅膀硬了 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 都做得出来是吧 爹 不是我算计您 您说您这么大年龄啊 还往上冲啥 万一有个好歹 你让我们哥几个怎么办 老爹听大力这么说 心里已经有些软化了 但面子还是要的 那你考虑过你爹我的脸面吗 这回头人家说起这事 说我老头子贪生怕死 我还活不活了 爹 我也是没办法 脸面重要还是身体重要 咱家好几口人呢 这个家缺了你不行啊 嘿嘿 老爹不知道为什么 可只觉得浑身舒坦 儿子这实话说得让人怪得尽的 算了 这次饶你一次 干仗干得怎么样 大获全胜 还带回来了几个 留着给徐小坤道歉人错呢 这次算是狠狠地 错了刘维子的锐气了 俩人正聊着天 门口就想起了枪名声 是徐小坤和他爹徐三刀来了 徐三刀 十里八村正经的首艺人 三刀的意思就是烟猪 杀猪和袍猪 样样精通 在大莉卖黄膳之前 村里过得最好的就是他嫁了 不过这老头脾气古怪 唯独和大莉老爹关系好 张家老四 今天这仗打得勇猛 真是给你爹张脸了 带回来的那几个小子 又磕头又道歉的 小坤这顿打挨得直了 这点竹板有你拿着 大莉一阵汗颜 这样说自己儿子真的好吗 没伤到自己吧 还行 就是好久没活动筋骨了 闪着腰了 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那就好好在家休息 有什么事情就使唤小坤 咱大队那几个不入流的年轻人 我也看不上 也就你能入我的眼了 以后多代代小坤 大莉一阵无语 之前黄膳生意的时候 就找过徐小坤 不过当时徐三刀觉得 这是不务正业 就给回绝了 这看大莉越过越好了 又知道让自己儿子来找大莉了 不过看在老爹的面子上 大莉也不好说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 徐小坤头上顶着伤就来了 你不在家里养伤 跑我这来干什么 我来给你帮忙啊 我爹也不让杀猪了 就让我过来看看 你这边有啥腰杆的 不用了 你回家去吧 大莉毫不留情 开什么玩笑 好不容易在家休息两天 跟秀秀二人世界 你能我能不好吗 为什么要留你这么大的电灯跑 为啥 我干活可利索了 你可能吃了 我家里粮食不多 管不起饭 我自己带饭 我家没活让你干 没活我找活干 大莉一阵无语 这小子人也不错 就是有点憨 最后还是秀秀做主 把徐小坤留下了 正好整整自家门口的自留地 大莉趁着腰伤也在家休息了起来 毕竟饭店也不需要自己亲力亲为 正好趁着这段时间写点东西 作为一个重生者 超小说 哦不 创作小说当属于必经的旅程之一 可读的小说多了也不是啥好事 一时间还真不知道创作什么了 时代局限性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有些太过超前 有些不符合当今的规则 武侠倒是合适 但港岛那边金大师他们政治声明显赫的时候 跑去人家碗里抢饭吃 纯粹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 想来想去 大莉脑中灵光一闪 倒是有个类别挺合适 而且自己还记忆深刻 而且在这个年代写起来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一连两天半 大莉除了和徐小坤一起摆弄一下菜园子 基本就是在屋里写东西 等大莉把手稿写完 剩下的就是校队工作 这活难度系数不高 基本就是改改错字 整理下语序一类的 为了锻炼五妹张婷 大莉特意把工作交给了小姑娘 你这几天在屋里 就在倒过这个 轻着点 咱们家能不能发家致富 就看她的了 啊 你这是要当大文学家啊 不过我怎么记得 你三年级上完就没上了呢 文学不跟你讲年级 文学讲的是才情 自己确实只有三年级 不过上一世为了挣钱 为了进步 又花钱进修 最后还把成人大学给上了 真说文化水平 比一般人也要强商不少 晚上大力和秀秀洗漱睡觉 隐隐约约却听到院子里有脚步手 什么人